复兴航空逝世飞机 心机交击 引擎救故障 复兴航空由嵩山飞往金门搬机 发生撞桥后坠海意外 这架逝世飞机是ATR-72600机型 比去年复兴航空澎湖空难逝世飞机 ATR-72500机型的引擎动力还大 外界质疑 ATR-72600机型曾有多次逝世记录 复兴航空说 ATR-72600现在是整个ATR-72600里面最新的机轴 然后也是几乎是大部分的航空公司 在飞这种岛与岛之间的航线 大家都采用的一个非常非常优良的一个机轴 B22-816 它是103年4月14日出厂 机连大概只有9个月 最近一次的A级检查是今年的1月26号 但复兴航空也说 新街飞机时曾经换过发动机 我们接收飞机在澳门更换的发动机 1号发动机4P打多C 给我们凝据全新的发动机装上去 所以说它的使用时间 2号发动机的使用时间还要短 但意外发生原因是什么 复兴航空表示还是要交由费安会调查 ATR-72机型在国内外都有失事记录 包括2012年俄罗斯一架客机在西伯利亚坠毁 2013年辽国航空公司一架ATR-72客机在南部战巴塞城失事 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今年2月印尼航空也发生偏离跑道事故 幸好无人受伤 不过专家认为ATR-72在业界风平不错 中华科技大学航空机械系副教授张瑞传说 ATR-72属于涡轮螺旋桨飞机 适合中短程的航线飞行 最大好处是省油 是全世界涡轮螺旋桨中卖的最好的机型 这起意外 判断可能是起飞时两侧机翼下方的发动机 可能至少有一句失效 长柔大学航运管理学系副教授黄泰玲说 在失去动力时 螺旋桨飞机可以靠滑翔 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适当迫降地点 相对于喷射引擎飞机是比较安全的 动新闻报道